嗨 大家好 我是默克玩什么的蒋蒋 这次的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国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东京不仅疫情大爆发 东奥也被迫延期 就年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也并出了东奥诅咒一说 东京奥运有没有被诅咒还是个问号 不过东京的确是有个叫做降能走的地方 离异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千百年来只要想在这里动手脚 必定会发生离奇的死亡事件 不仅麦克阿瑟举双手投降 就年东京奥运工程也刻意避开这里 究竟这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这座降门走 据传埋葬着日本三大阅龄之一的平降门的头颅 而这个平降门又是何方神圣呢 这位人兄姓平名降门 是一千多年前平安时代的古人 身为天皇的后代子孙 骁勇善战 有着关东第一武士的美名 不过人红是非多嘛 远在京都的朝廷看他不顺眼 不高兴就把人家给陷害了 巫说他举兵反叛 应该要讨伐 平降门由理也说不清 迫于无奈何气愤 干脆将错就错 字号新皇 当起天皇来 这就是历史上的平降门之乱 后来他就被京都派来的人给解决了 据说他被斩首后 怨气满满的首级 从京都飞回了东京 掉落在大手丁一带 也就是目前降门种的所在地 飞这么远应该蛮累的 日本人相信寒恨而死的人 会化为怨灵作祟 针对这个随时都可能出来作乱的 东京第一号大魔王 不请个阴阳师还是什么的 出来做法设个结界 那就不是日本人的style啦 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在地图上 看起来很威的北斗七星镇 以包含降门种在内的 七个神社连成阵法 其中神天神社既是着平降门 现在也是东京最重要的神社之一 每年都会举办热闹的神天祭 传说凯神社和兜神社 分别埋着平降门的铠甲和头盔 其他地方也都跟平降门有关 当然这个北斗七星镇也不是乱选的 据传平降门信仰妙见菩萨 也就是北斗七星的守护神 拿来镇压这是再适合也不过啦 就算是大怨灵也不敢在菩萨的头上动刀吧 大正奉还之后天皇搬到了东京 虽然有北斗七星在 但天皇的心里还是觉得毛毛的 于是又加盖了皇居方镇和阴阳两极镇 来锁住北斗七星 其中这个阴阳两极镇就是离我熟知的接牙 山首线和中央线 镇法还刚好切断凯神社和兜神社 这么一来 没了武器的平降门还想搞破坏 那可是门都没有 不过杰戒也有失灵的时候 在山首线还没盖好时 1923年就发生了关东大地震 人民普遍认为是平降门在作祟 镇守皇军方镇东南方的竹地本院寺 也因而损毁 后来二次大战时 美军也就这么刚好从竹地本院寺的破口杀进来 吓得日本政府积极修复结界 从这点来看 结界被破坏就可能会带来灾难 安倍勤明第27代传人 安倍晨道也在日本的结界艺术中有提到 总是会有人想方设法去搞破坏 哎呦难道大绝大人阿基拉就是平降门转世吗 不免让人猜想东京最近这么衰 有没有可能也跟结界势力有关呢 关于东京结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可以按赞订阅跟分享 也要记得开启提醒的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